古人所谓 是非艰苦不知难 经历之后 晓得成功的思议 也还是很辛苦的 不怕辛苦 不怕难 我们做下去 绝定不能违背 伦理道德 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是把中国 古代这个教学的 纲领目标 找回来 发扬广大 帮助整个世界人类 这是多么大的功德 多么有意义的专心 真的好死 怎么去治国平天下 这是大问题 大学外 不是随便讲讲的 选出来的领导人 人类 道德 因果 他都懂 他都很认真在学 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怎么样把人教好 教好之后 怎么帮助他 工作好 层层面面 都要顾虑到 不是容易事情 发现一个人才 自主 提拔他 真正是人才 帮助他 改过自信 人 不可能没有过失 有过失不怕 怕的是不肯改 改了不就是好人吗 不善忍我 就是找个未过失 找遍天下也找不到 特别是 今天讲的 头一个观念 我的利益 不知道人的利益 要从我的利益 去体会 众生的利益 受教育的机会 越来越多 一般人想欺骗人 越来越不容易 胜利在哪一方 在真诚的那一方 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用真心 我用诚意 从虚妄里 这个尼肯里头 跳出来 做了第一个 真诚 真诚 跟上帝 就联系了 上帝真诚 佛菩萨真诚 善与善 集合在一起 利益众生的事情 越做 越顺利 只要我们肯敢 真诚 能感动 真诚的人 真诚跟真诚 起感言 所以 日段难题 有人来帮助你 解决 我们想求 佛菩萨的保佑 真的能保佑 真能遇到 古生新鲜 这些天机 是他留个后世的 我们读他的东西 等于接受他的教诲 他来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 愿意赐功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